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把纯牛奶放锅里蒸一蒸 瞬间变成了一道美食 外面卖68一份 在家自己做 简单又实惠 跟我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袋快过期的纯牛奶 家里的纯牛奶吃不完千万不要扔了 学会这个做法 一周吃八次也不会腻 把牛奶倒入碗中 放到一旁备用 碗里打入三个鸡蛋 把蛋黄分离出去 然后倒入适量的白糖 不喜欢甜的可以不放 然后用筷子充分地打散 每天一个做饭小技巧 您可要点赞收藏好 想吃不会做还能找着我 把打匀的鸡蛋清倒入牛奶中 继续用筷子搅匀 使蛋清和牛奶充分地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然后用蜜肉把泡沫滤一下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地细腻 锅中加入足够的清水 把蒸屉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 开大火把水烧开 烘碗里加入葡萄干 再加入少量的面粉 面粉可以有效地吸附葡萄干表面褶皱里的杂质 清洗干净后 再多头洗几遍 直至把水洗清为止 切去根部 再一分为四 切成你喜欢的样子 锅中水开 咱们把牛奶盖上一层保鲜膜 然后扎上几个小眼 放入锅里蒸15分钟 再焖5分钟 蒸好的牛奶 咱们把草莓和葡萄干均匀地摆在牛奶上 然后再撒上白芝麻 一道爽滑香甜的双皮奶就做好了 想吃不愿意动手做的 你家谁做饭你就发给谁 让他做给你吃